文昌帝金的聖誕 奧威出山是文昌帝金的聖誕 這是根據在晉武帝太康八年的那一世 帝金的生日作為聖誕 他說那如果要講帝金多生以來 從元旦到除夕哪一天不是聖誕呢 那這在講什麼呢 講都在輪迴啊 所以我這邊就是我自己寫了一個結論 我對這一段文 若論帝金多生以來 則是元旦已至除夕 何日熬回聖誕的這一段 我自己揣摩了很久 思維了很久 我得了一個結論 說知道生日那一天沒有意義 因為都是在輪迴裡 這是我對這一段的一個心得 你知道哪一天生日有什麼意義呢 那只是說你到人間來 印光大師說人生是醜夜而來 還債的 那你知道生日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如果你還在輪迴 生日跟祭日沒有意義的 因為自信本無生死 關鍵是在輪迴 所以他後面講說 從元旦到除夕 哪一天不是聖誕呢 那表示說 地經來了很多事 所以這一段我們要來探討 這很重要 不要這樣給他看過去 這樣只有七秒淡寫看過去了 你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周安世菩薩的智慧揮同小可 印光大師說他是菩薩成本業人再來的 他講這段一定有他的用意啊 誰決定了輪迴 來自於雜染的相續心 因果相續 首先呢我們要了解生命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變現 一個是攀戀 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個人間脱胎呢 他是 我們是帶著業力來人間脱胎轉世 所以在佛法的為世學上建立了 他告訴我們 其實整個人生的過程沒有一個真實的外境可得 你就是包括來這次的視線也是一個境界啊 你來視線80年來視線90年 乃至於視線100年這樣的一期的生命 這一期的生命在佛法上解釋叫分段生死 如果是從知性角度來說 坦白說他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所以沒有一個真實的外境可以得 因為他還是在什麼 在生死乎存 所謂生生死死死生生 所以沒有真實的外境可得 所以佛法才說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暴影 如如遊殿 映奏如世觀 就是沒有真實的外境可得 那麼我們的生命所有的過程 都是怎麼樣 自變自圓 根據你的善言 你的惡言 來這邊怎麼樣 享受福報來受業報 來受苦報 為什麼叫自變呢 是你的業力變現的 你的善業變現 你過去生造不殺生的業 死心不殺的業 來到人間 你得到健康長壽的苦報 你過去這種財布施 來到這個人間 你得到財富富貴 你過去這種做法布施 來到這個世間 你得到聰明智慧 所以也是你的善惡意的種子變現 所以是自變自圓 所以生命呢 只有兩個重點 一個變現 一個是攀岩 這是首先我們要建立 生命是到底怎麼來的 就是自變自圓 再來 第八次的業力變現一切 生命現象有兩個 一個業力一個心力 李彬任老師說 去後來先做主公 還沒有來投胎的時候 就在父母親旁邊等了 等到父母交合那一剎那 要受胎 懷孕的那一剎那 他就入胎了 所以 來先了 就是準備來這邊等待了 那壽命結束以後 最後 四大分離 那麼第八次阿賴也是 要離開這一期的生命 氣候 最後離開的 就是 我們李老師講 李彬老師講 氣候來先做主公 所以 我們在這個世間 出生的時候 我們所接觸的影像 是誰變現的呢 是我們第八次的業力變現的 我們過去一生善惡業力 變現了很多人 包括我們現在 因為跟家庭有言 變現我們的父母 變現我們的兄弟姊妹 變現我們的義報環境 乃至於變現我們的正報身心 義報世界 我們長得莊嚴長得醜陋 都是跟我們的善惡業力有關係 業力變現的 第八次的業力變現的 變現一切啊 變現你的正義歐報啊 變現了很多親戚朋友啊 變現了你很多今生的龍法富貴 乃至於貧窮下賤的工作環境啊 變現很多的事情 這一點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為什麼 因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業力做主 不管你也沒有修行 都沒有辦法控制 第八次的業力成熟的時候 萬般皆是業 半點不由人 這就是無奈 萬般皆是業 半點不由人 啊 你要起這樣的賢妻啊 你要起到這個惡妻 你要生吃這個孝子 生吃這個惡子 那都是萬般皆是業 半點不由人啊 所以金山和尚說 要相信業力 不要相信命運 所以業力呢 變現這一塊 是不能抗祭的 由不得你 那麼誰去叛連他呢 就是第六數的分別心 所以事實上我們的生命 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業力 一個是心力 兩個產生互動的作用 業力去牽動你的心 你的心力 然後牽動你的心力 去造業 然後又加強了業力 所以這兩個就產生一種 輾轉的循環力量 這段很有意思喔 你現在是不是造了很多煩惱業呢 你的業力 阿拉里斯裡面 比如說你好色 你看到女生就喜歡 你的阿拉里斯裡面 有好色 好淫的業力種子 你起了一個旺心起來以後 你起了一個旺心起來以後 有這個眼 剛好出現一個女子在你前面 你的業力 牽引得你的旺心 產生互動作用 然後你又去造業了 你又去愛上這個女子 又換了誰營 又加強了業力 你又在營業上面 又加強了業力 所以第六段探討的是 你現在的所有的人事物 正義要報環境 誰變現的 第八次的阿拉里斯變現的 第六次的分別 第四次的莫納執著 他來產生這個生命現象 就是業力跟心力 第三個重點 心力業力 佛說橫轉如潜流 生命如水流 相系以變化 那麼這一段就引用 維世學裡面的道理了 心力跟業力的一種互動作用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偉大的佛陀講出一個比喻 橫轉如潜流 他這個沒有辦法做足的 他這個一直轉動 就像什麼 一直在轉動 就像那個瀑布的水流一樣 控制不了 我們都去觀光景點 看過瀑布 完全擋不住的 這叫橫轉如潜流 就是我們的生命 就像一個生生不及的水流 它從過激流到現在 它也一定會從現在流到未來 那麼這個生命的水流 在維世節上講出它兩個特色 一個是相續 一個是變化 從過去延續到現在 現在又繼續延續下去 延續到下一次 這是相續 戀戀相續 那中間會產生變化 種子其現形 現形而新種子 所以楞嚴經在講生命現象的時候 他提出了變化跟相續 這兩個概念 變化跟相續兩個概念 不過楞嚴經他提醒所有修心者 要注意相續這一塊 因為相續很重要 我們都忽略掉了 我們一般人都會重視變化 而忽略的相續 相續的妄心 相續的習性 相續的妄想昏背之所以 那才是關鍵所在 那是很錯誤的盲點 比如說我們失去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痛苦 因為我們喜歡安穩 喜歡永恆 其實變化給你痛苦是一時的 但是楞嚴經警告所有修心者 其實有出現的變化的波浪當中 你要注意那種相續的力量 因為這個對你影響更深遠 再來 不要忽略因果相續 所以楞嚴經在修行當中 他提出的因果相續的概念 他說我們在關一切法空 正念真主的時候不要忽略因果相續的概念 就是萬法皆空因果相續 那麼楞嚴經說 相續的果報是怎麼來的呢 有相續的因地來的 如果是惡的雜染相續 我們是否有能力改變它的相續力量呢 答案是沒辦法 比如說你這種 香氣的果報就是你前世造了殺意 你這次到人間來 你做的果報是短命多病 你短命多病以後又去造殺意 又去吃動物來製補你的身體 這個叫香氣的果報 香氣的果報從不來的 從過去是香氣的因來的 那麼你現在我們反規來說 你想改變這個短命多病的這個身體 這個業力 比如說你聽了善就是欠你放生 你把放生當做你的願望 你發願 我說我放生 當做你的目標 當做你的人生理想 你經常去做 就是你要改變這個香氣的力量 這香氣的因 那麼你現在發個願以後 你想要去放生 它展現一種香氣的力量 你在因地中內就開始 心中開始速速現行 你那個生生耗耀的那種香氣力量就生出來 你特別要注意 它對你的影響既生且緣 所以從維斯的角度說 他認為生命不是改變你一時的情緒 你一時起善戀 一時起惡戀 那個都沒有太大意義 關鍵是你是不是能夠改變你那種香氣的功能 這個才是根本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香氣的惡戀 必須把它斬斷 那香氣的善戀要不斷的提升 因為剛才我們討論過 香氣的果報是有香氣的因來的 那為什麼雜染會香氣呢 必須要找到病根 雜染就是我們的忘心 為什麼會香氣 必須找到病根 為什麼機器往火坑跳呢 比如說 你造血癮的作業 一定是 刨漏第一 那麼你為什麼要機器往火坑跳呢 為什麼一直在換血癮呢 你必須找到病根 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斷除雜染香氣的時候 一定要找到病根 為什麼你會相信呢 為什麼你一直會起贏的鏈頭呢 為什麼贏的鏈頭你一直縱容他呢 你一直會生起這個血癮的妄想 血癮的鏈頭 為什麼一直在相信呢 比如說你以前換了一個血癮 你起了一個妄想去換了血癮以後 產生了一個人才兩師的一個果報 你隔離一段期間之後 你那個血癮又起來了 那個相信心又來了 所以當我們的生命在出現錯誤的時候 為什麼一個人會一錯再錯的錯下去 比如說血癮或者拖到或者是殺生 這個都可以用這樣做比喻 他為什麼一個人一錯再錯 他明明拖到又被警察抓了 又去關了 放出來以後他又去拖了 因為那個相信心沒有辦法斬斷 血癮也是這樣 殺生也是這樣 他一錯再錯的錯下去 到最後無口挽救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為什麼你做第一次的時候 你很想做的第二次 又很想做第三次呢 控制不了 殺生拖到血癮 都是一樣的 你控制不了 那個推動你去機器往火坑跳的 那是誰呢 是什麼力量呢 那相信的力量是怎麼來 比如說你一直起那個血癮的妄想那種力量 我也曾經聽過很多師兄師爺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沒有辦法控制那個血癮的那個妄想 很多想很多的 對那種相信力量一直冒出來 是怎麼來的呢 你明明知道說根本不能這樣做 也有學佛的跟我講 他控制不了 有一次上海一個年輕人來參加我們萬人念佛 他就跟我講 他說老實我跟你講 我雖然學佛 我也練佛 我聽進攻法師講的 可是我常常起那種很邪惡的那種贏的念頭 怎麼辦呢 就這裡講的 你明知道說不能這樣做 可是你控制不了自己 那種相信的力量是誰給你的 就是妄想 邪癮的妄想 再來我們討論 第七四乾擾 第六四 呈因地的香氣 第七四再結合第八四呈果爆的香氣 這裡就要點出問題的所在 第六四是分別嘛 第七四是莫納的執著嘛 第八四阿賴也是個倉庫嘛 所以第七四乾擾 第六四呈因地的香氣 那第七四再結合第八四呈果爆香氣 唯士學說啊 唯士學說 因為你有第七四的自我意識 最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唯士學裡面講 恒省思良我相遂 有寝日夜正昏迷 當我們出現一個環繞的時候 本來環繞是生命的 第六四本來就是生命的吧 但是第七四向內干擾 第六四 構成因地的香氣 他會積極的執著的這個鏈頭 積極的執著下去 那當第七四跟第八四結合的時候 構成果爆香氣 所以第七四是罪魁禍首 就是執著 也就是說你 第六四去分別的時候 你第七四執著 去換了這個血癮的作業 那個第七四執著堅持要這樣去做 所以 生命的輪迴 因地錯誤相系 我只造成 要怎麼樣 要改變六道的水流 成佛道的水流 必須改變 對峙第七四 是否則 持戒不思 散戀 精神輪迴的水流 所有生命的輪迴 所有因地錯誤的相系 都是自我意識造成的 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麼你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們會一個人做錯事 會一錯再錯呢 因為你有佔有的遺忘 你想掌控這一切的人生 一種自我主宰的概念 這個概念害了你 如果你不對字第七四 你只是平常的慈戒啦 不思啦 修善法啦 其實你生命的本質 這個水流 還是很難改變的 你可能只修到福報而已 但是呢 你還不能夠離開這個善界 雖然你慈戒有慈戒的 福報 不思善法都有這個福報 但是你必須要改變水流 就是那個執著那個相系心 所以當我們考慮要把水流 從一種六道的水流 就是會在六道裡面 不斷輪轉的這個水流 因為你相系心不斬斷的話 它就是持續的在六道裡面 這個水流裡面 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相續 所以一種六道的水流 要轉成一種往生的水流 就是往生佛果 要大躍往生 轉變成成佛的水流 你就必須要面對自我意識 就不是段落休戰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上一回提到 段落休戰只是說 你上一次修得好 這一次到人間來 住五星級飯店 但是 總有一天一定會 福報響盡 那可能就是住的不是五星級的 可能是殘破不堪的 上歐道的房子 所以 但落休戰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斷除你惡戀的相續 你必須把自我意識挑出來 就把我之 你必須把他挑出來 隨便對他處理他 因為病根不處 春紅催又生 你縱使臉事做善事 也是在輪迴中 因為你沒有斷 相信的自我意識 所以把它當成一個修行的重點 所以 從出發心的資良位到究竟位 都是面對自我意識 因為它是病根 這個病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執著 第七次的莫納執著 我們縱容了這個自我意識的相續 所以你看大聖騎士裡面 一戀五名升三系進階委員長六出 五名夜相起來以後 就能見相跟所見相 再來是志相 就分別了 那就相續相 相續相就是那個相續心所造產的 然後就直起相 那個直起相就是第一次次的莫納執著 再來既明治相 再來 企業相就造業了 最後夜系苦相 所以呢 這個病根 啊 不斷 那春風吹又升 所以所有的修行到了來生還是前功盡器 因為鄉細的力量沒有斷 你只是斷他的職業而已 到春天來的時候 他又繼續換錯了 也就是說我們輪回到現在 我們也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為什麼我們繼續輪回呢 因為你沒有斷相續心 相續的自我意識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相續的自我意識 我們可以把它轉成 南無阿彌陀佛 當你南無阿彌陀佛練到老和尚說的 練到我空了 把我都練掉了 那你把煩惱扶住了 功夫成片 剛才你練到 把我練掉的都空了 那是方便留意圖 所以呢 我們為什麼會繼續輪回 是因為你沒有斷相續心 所以這個為世中 他就是把這個斷子生命的相續 所謂自我意識 把它當成一個修行的重點 今天我們 因為提到這一段 有提到帝今多生以來 從元旦到除夕 和日而回聖誕 我們就在探討 剛才我們跟大家講的這個題目 就是說 誰決定了輪回 就是第七世的莫娜之走 結合第八世的阿賴也是 那只要是來自於你雜欄的相續心 還有因果相續 哇